店外展示活跳跳龍蝦 箱子上特別著名活海鮮 請遊客不要亂摸 屏東貨幣虎牌產街 主打很牢 新鮮魚貨 用餐時間一到 遊客報到 廚房人員忙著接單料理 遊客上門必點生魚片 碗盤裡每一片又大又厚 光看就讓人食指大動 其餘 鮪魚 鮭魚 想吃什麼 通通都有 鮭魚一樣還是一百塊二十片 一樣維持在一百塊二十片 鮭魚的部分因為線流的關係 所以我們片數去年的話 是大概在一百塊有十二片 然後現在已經改成 像現在菜單上面的一百塊六片 暑假開跑人潮湧入 海鮮大餐CP值超高 但業者坦言 特定魚種的魚貨量成本增加 讓生魚片的價格不變 片數變少等於也漲價了 來到嘉義 大湯勺從鍋子撈起一碗 香噴噴的砂鍋菜 入口滿是熬煮鮮香 嘉義砂鍋魚頭店家外滿滿人潮 要等很久喔 對啊 那個好幾個鐘頭 想用餐SOP先抽號碼牌 還得耐心等待 來個數有比平常還明顯的增加 那預計等候大概一個小時 需要排隊等候的還有飲料名店 等多久啊 20分鐘 拿到飲料插吸管大口喝清涼消暑 排隊的人籠一度排到馬路上 暑假期間走逛景點 品嘗美食得多花一些等候時間